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上好 在我们的教堂我喜欢和大家握手 今天我就觉得我的手就是觉得有些冷 我把我的手套丢了 所以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试着拿一个手去握方向 然后把另外一个手就放到我的口袋里我想这样能暖和一些 但实际上我到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还是冷 所以今天如果和你们握手的时候非常冷就很抱歉 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是讲了关于保持灵命健壮的这些建议呢 是只讲了两个部分 今天是讲剩下的部分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回忆一下 重新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内容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是说保持灵命健壮的建议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是说保持灵命健壮的建议 那么第一点呢我们是谈到了躲避不良影响力的人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是讨论了躲避恶事 那么第三点呢我们是说弃绝愚拙的辩论 那么实际上是有一些问题呢只是浪费时间不可能有任何的答案 那么在最后一点上礼拜我们所讲的呢就是避免情欲的败坏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讲另外四个要点 那么实际上我们还是会引用相关的这个关于灵命健康的这些经文 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卖客 好吧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卖客 那么我们先来看约翰三书的一章一到四节 实际上约翰三书也只有一章 如果您喜欢的话您可以读我英语 然后我们会读它在中文 如果可以的话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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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切到中文 我们读完英文以后就读中文 OK Let's go back to English OK All right All right Let's read all four verses 我们那就把四段的这个英文一起读完 然后再来读中文 All right Let's do this right Verses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he elder unto the well beloved Gaius whom I love in the truth Beloved I wish above all things That thou mayest prosper and be in health Even as thy soul prosper For I rejoice greatly When the brethren came And testified of the truth that is in thee Even as thou walkest in the truth I have no greater joy Than to hear that my children walk in truth 我们来看中文 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与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甚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Let's pray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your precious word 天父为了你的宝贵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 We're thankful that we can be in your house today 我们感谢你 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家 We ask that you speak to our hearts 求你在我们心里动工 Help us receive the message you have prepared for us 所以让我们接受你给我们的信心 In Jesus name we pray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Point number five of the eight points that we'll be covering We already had four last week Point number five today Take heed what you do 上面我们讲了四点 那么今天的第五点就是谨慎你所做的 在历代之下十九章六节对他们说 你们办事应当谨慎 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 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 那么这个话呢是犹大的王约沙法所说的 那么这个话呢是犹大的王约沙法所说的 那么约沙法王呢他是在犹大国呢他是第四个王 You remember after Solomon died the two parts separated to the northern kingdom of Israel and the southern kingdom of Judah 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在所罗门死后呢 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 那么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 那么实际上约沙法呢是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继位的 并且他统治犹大国二十五年 那实际上从灵里面来说呢 属灵的方面呢 耶和华是开始在统治他的国家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方式 那么实际上在最初呢他打碎了那些偶像 就是过去犹大人他们去崇拜的那些偶像 然后来帮助民呢重新回到耶和华的面前 但是和所有的人一样呢 约沙法也是最后犯了许多的错误 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有一种说法是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只有耶稣才是 那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个约沙法王呢他当时和北国的这个 他已经知道北国的这个王叫亚哈的是一个非常就是说邪恶的一个王 但是他还是在这个时间呢同意加入到亚哈的阵营中间他们就是为了一起来抵御叙利亚的一个战争 那实际上在他和北国那些人也说呢在我们打仗之前呢我们是需要一些让神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结果如何他们就去找先知来在战争之前来给他们预言 那么实际上当时有四百个先知呢就到他们面前来告诉他你们去打吧你们一定是会胜利的因为神和我们是同在的 因为实际上当时约沙法呢并不信任同意这四百个所谓的先知所说的话那么他就是问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神的先知呢 那个亚哈就说这里面有一个先知是耶和华的先知他很恨我所以他不愿意为我来说语言 但是他请他来说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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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现在看以色列呢就像是一个没有牧者的走散的羊群 那么实际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听了这个预言之后呢他们还是决定去听这四百个所谓的先知所说的话然后没有去听这一个先知的话 那么实际上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间呢亚哈就已经被杀死而这个约沙法王呢也是很勉强地逃脱的 那么实际上他是一个比较很敬钱的一个人了他按着神的旨意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他还是去河北国的 一些邪恶的这种的王呢他们去结盟然后就让他导致了失败 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我们去看约沙法王的整个的他的所作所为呢他还是被认定为是一个好王 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我们去看约沙法王的整个的他的所作所为呢他还是被认定为是一个好王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在拣选这个他的同盟的时候他的不谨慎呢实际上他的这个坏的基督仍然被记录在圣经上 那么实际上约沙法王呢在他统治的期间呢他实际上去宣扬耶和华的道他也派人在四敬呢就他犹大的四敬去宣扬 然后使人们来回转到耶和华的面前 那么实际上在他统治期间他也说我们应该以神的律为律那么在这个期间他就选择了这种敬前的人呢来作为就是审判官 然后让他们来在国中进行审判 这就是他在建立这样的一个秩序的时候就像他在前面所说的就是你们办事应当谨慎 然后他在提醒他们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 我们需要这样做 我们要谨慎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都应该去荣耀神 如果我们避免不好的影响 伤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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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 我们会在我们的路上做的正确的事 和在我们的生活上去祝福神 那么实际上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四点一样 我们如果而能够回避那些坏的影响 然后躲避邪恶的事情避免肉体的情欲 如果我们这些都能做到的话我们就可以荣耀我们的神 那么第六点呢我们就说的是要谨慎罪念 Job chapter 36 verse 21 says this 那么约伯记的三十六章二十一节这么说 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 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尽管约沙法王呢 他做了那么多的好的事情 但实际上他仍然因为自己不谨慎对待于恶人为伍的这个选择呢 而带来了不良的嫉妒 实际上你不能在罪恶中间在这儿沉迷 在罪恶之中然后又能够干净地退去 那么实际上罪是有代价的 那么诗篇的六十六章十八节这么说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祷告中间有多少次呢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罪呢 其实干扰了我们和圣洁的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沟通 然后我们全能的神就没有办法听见我们的祷告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神一直在告诉我们要谨慎 要小心 要非常地小心罪呢 它会损害我们所做的见证 然后妨碍我们的祷告 然后去影响我们属灵的健康 第七点 谨慎有人迷惑你们 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灭惑你们 耶稣已经纪念他们的祷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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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实际上他带领他们去看了圣殿之后离开的时候 他告诉他的门徒们有关他第二次再来的事情 因为他现在第一次来的时候 这些师徒们或者门徒们和他在一起 但是他正在告诉他们他会第二次再来 那实际上在他们离开圣殿的时候他告诉他们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圣殿有一天他会全部被拆毁 连一块石头都不剩 那么实际上之后他又带领他的这些门徒去到橄榄山上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些门徒们就开始讨论 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迹象来告诉我们 你第二次会再来 那么实际上后面他们也会讨论 现在我们每天很多人都在讨论的问题 世界的末日到底是什么时候 那么实际上耶稣就开始用一个警告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不要谨慎不要被人迷惑 但是实际上会有一些假的先知呢他们会伪装成神的预言和启示 那甚至有一些人他们会告诉你们他是弥赛亚的再次将领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教堂呢三十年前所见之初呢 有一些人就来到我们教堂告诉我们 来我来告诉你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弥赛亚已经来了 那我就问他们是吗 是的她已经来了并且她现在就在东方的中国她是一个女性 那实际上我们只相信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 就是说耶稣说她再来的时候她还是会以她自己原来的这个耶稣的样子来再来 她不是以其他的样子比如说这样的女性 那实际上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到我们中间来说哦 是我们不是弥赛亚 但是我们是被派来在这个地上来创建他的王国的 他们就实际上他们就实际上是否认了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并且扭曲了我们人性所需到这样或那样的诉求 他们有三个点是他们经常去玩弄的一种手法 第一个就是健康 第二个就是财富 第三个就是名胜 实际上任何文化上面的这种种的诱惑呢都会成为他们的所谓的教条的一个部分 and if someone objects to them what they're teaching and say that this isn't in the bible they always have a comeback sorry if someone says what they're teaching isn't in the bible they have an answer ok 那么就是如果要说你们所教的在这个圣经的哪一部分呢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答案 they quickly pull out their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that they translated 那么实际上就是当我们说你的这个教条我不知道圣经哪一个部分的时候 他们就翻开他们自己的已经经过修改过的他们翻译过来的圣经 or they intimate that they are more enlightened than we are so they know more than we do 那实际上他们会告诉人们就是他们所拿的这个圣经的版本是比我们现在所拿的圣经的版本更加准确 Jesus warned about false prophets and false teachers 那么耶稣呢是警告过我们假先知和假老师 the apostle Peter also warned about the same thing 那个使徒彼得呢也做过同样的一个警告 2 Peter chapter 2 verses 1 to 3 在彼得后书的2章1到3节里 verse 1 says but there were false prophets also Peter speaking but there were false prophets also among the people even as there shall be false teachers among you who privately shall bring in damnable heresy even denying the Lord that bought them and bringing unto themselves swift destruction 第一节呢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灭亡 我们看一下第二章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报 第3 他们因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的刑法自古以来并不迟延 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那么实际上在一年之后呢 而使徒保罗呢 在他后面的这个传道这个路中呢 他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阻碍 也有一个名叫巴耶稣的 我们来听听保罗是怎么样评论这个巴耶稣这个人呢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 说你这充满各种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夹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 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 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 那实际上过去是有这样的假的限制 现在仍然是有 我现在不能把他们全部都指出来 因为实际上在这个世代有太多这样的假的限制 我给你们列出其中的一些吧 耶和华见证人 摩门教 广播电视部导家 辛班尼 我们在听他的这样的广播或电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我们还有一个叫 他的名字叫辛班尼 中文翻译过来 还有一个叫杜珊芙 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是叫 约尔·欧斯汀 还有一个叫 克尼斯·科普兰 还有一个我们常常会问的 一个叫 平约瑟 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他的妈妈是一个中国人 他的父亲是印度人 他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他做了许多好事 但是他也做了很多的错误的事情 那么我们可以把他们叫做假的老师 那么要小心当我们听到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是要看见他们是不是就像这些人所讲的一样 比如说他们是说信 信念是一种力量 那么言语呢 是这种力量的一个容器 那么实际上言语呢 话语呢 就是说是讲到这样的信念或者信心之后呢 就释放了这种力量的僵守 他们教导 第四点他们就会说 上帝呢 实际上就是用这样有力量的这种言语呢 创造了这个宇宙 他们教导说 上帝是说了一种充满信心的话语之后呢 这个宇宙呢 就去回应上帝的话 然后按照上帝所说的去做 那么他们下来就会告诉他们的这种跟随者呢 是说我们所有的人 你和我都是一样 我们都是有这样的力量 然后如果我们去说这样的充满信心的话语的话 我们也会有同样的能力 那实际上当我们说出这样有信心的话语之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控制我们的现实世界 那么记住 我们所要接受的教导 要谨慎 不要被别人去诱惑 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健康呢 是取决于我们不被这样的邪恶去诱惑 第八个 别人最后一个 谨慎跌倒 1 Corinthians chapter 10 verse number 12 Wherefore let him that thinketh he stand up take heed lest he fall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了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Paul is not talking about salvation here 那么实际上保罗并不是在讲救恩 If you read the whole chapter he's just been using what happened in the book of Exodus about the wilderness journey and all that he's talking to the people about them having a lack of faith that they just don't obey God 实际上保罗在这个整章节里面 他所引用的实际上就是出埃及人们在旷野的这一段历史和经历来讲 以色列人当时因为缺失了对神的这样的信心之后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他说 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神会完美地结束他已经开始的工作 他们一开始被摩西带领着出埃及 但是随后他们就不再相信摩西 实际上他们每天有云柱和火柱引导他们前行 但是随即他们就又不愿意承认上帝与他们同在 那实际上呢 在他们有需求的时候 上帝赐给他们的水 赐给他们的玛拿 赐给他们的鸳蠢 但是随即他们还是不相信上帝能够供给他们所需的 他们实际上他们实际上帝能够供给他们的云柱军队 但实际上随后他们还是会害怕去进入神给他们的迦南地 那实际上呢 就是持续地这样之后呢 他们就会来到了审判的时刻 因为即便是包括摩西在内呢 就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呢 他也是最后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迦南 那这些人呢 这些以色列人呢 他们就是即便眼前他们自己亲眼目睹 亲眼听闻了这些证据之后呢 他们还是随着时间的迁移呢 他们不相信这些 那实际上保罗呢 就告诫我们呢 要强化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 我们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 我们是知道耶稣基督是重新会到来的 是以肉身已经来过 我们是有完整的一部圣经来教导我们 来指导我们以及让我们如何去成长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许 就是说 即便是死亡也不能把神的爱与我们分割开 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所创建的 这实际上呢 我们仍然允许我们自己的信心呢 随着时间的这个迁移呢 就被诱惑 然后忽视我们自己所学到的神的这些话语 但是在这样的时间呢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并没有失去我们所获得的救恩 我们是被谅解的 原谅赦免的 我们是身上有这个圣灵的印记的 我们是神的孩子 我们是神的孩子 这些事情呢 就要告诫我们呢 就不要 让我们不要就是一步步的落入到罪中去跌倒 有一些人呢 就是他们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呢 他们仍然就是像他们最初来到的时候的孩子的状态一样 他们不停地在主的面前反复地挣扎 我们被教导 不应该只是为了锁定我们不配的救恩而认出 而是应该行走在我们的救恩之中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坚固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的属灵的健康就是健康的 还记得吗 上周我说的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医治 要记住这些事情 让他们来引导你 要小心谨慎你自己所做的 要谨慎罪恶 要谨慎有人迷惑你们 要谨慎跌倒 让我们祷告 Father we thank you Father we thank you we thank you for warning us in your word even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y were warned against false teachers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你警告我们 现在周夜你警告你的人 关于这个家宣者 in the New Testament Jesus warned us 在信任耶稣他警告我们关于这个事 the apostles they warned us 那些你的师徒们他们也警告我们 and today I stand here and warn 我今天也警告我们的教会 Lord I pray that you will speak to our hearts Help us to be strong in the Lord 让我们在住内是很稳定的 有力量的 Help us to trust 让我们能够依靠你 Help us to not stray from your word 让我们不要离开你的怀念 Help us to believe in you 让我们完全依靠你 In Jesus name we pray Father we thank you We 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to have your word 感谢天父你给我们你的怀念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your son 感谢你你 采派你的徒生子为我们 Thank you Lord Jesus for giving your life for us 感谢您的徒生子为我们 Thank you Holy Spirit for convicting our hearts and drawing us to you and to have faith 感谢圣灵在我们心里 给我们心情能够 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助 thank you for having a perfect plan for all of our lives 感谢你天父 有一个丰富的一个 一个相名给我们 help us to follow you 帮助我们跟随你 Lord I pray for these at the altar please hear their prayers 今天我为这些归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们 请你吹听他们的 fill them with your spirit give them faith 给他们信心 help them to follow you 帮助他们跟随你 in Jesus' holy name we pray Amen and and at